船利用吊掛工具 从曾文西里打捞这部小绵羊机车 车牌被拆了下来 车身还布满藤湖 沉入西里已经一段时间 潜水人员小心翼翼脱掉上岸 再用车辆运送 因为这部机车是关键证据 就是去年11月台南雪甲88枪击案 枪手孔祥志骑程的作案机车 当时他骑车到曾文西西港大桥 往西浦辽后就消失 警方研判他丢弃机车到曾文西内 去年台南雪甲88枪击案 直到今年4月中 凡案枪支和机车都还没找到 检方是否考量积压时间限制 在4月14日征结起诉祖先昂姑 枪手孔祥志等8人 只是关键证物还没找到 侦办持续进行 警方借题嫌犯指认 动用消防海军海巡署等单位 28日更利用测扫声纳仪器 便是车辆位置终于寻货 你对作案小组掌握的犯罪事证 机车相关特征 确定这台就是犯案的交通工具 众手瞩目的88枪击案 办了六个月针结 一口气起诉八位嫌犯 虽然有大动作的侦办作为 就担心法院审理政治力薄弱 好在两个礼拜后落到犯案车辆 但最关键的作案枪支 仍然下落不明 TVBS新闻顾守仓台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